公俗文子生于霞丘 这个公俗文子 他是魏宪公的孙子 就是魏国人 他的名字叫做拔 霞丘是一个山丘的名 魏国的一个山丘的名 有一天公俗文子 登上了这个小山丘 瞿博玉同 瞿博玉也是魏国的贤大夫 那这个公俗文子 那个时候是魏宪公的孙 那也是魏国的大夫 瞿博玉是个贤大夫 就跟着他一起登上了辖丘 文子曰 乐在石丘也 说我太喜欢这个山丘了 使得我欲藏烟 说等我过世的时候 我要藏在这里 各位这个魏宪公的儿子 他就以为他整个国家都他的 他想藏哪就藏哪 是不是他的弟 反正他想藏就想藏 瞿博玉曰 无子乐之 则愿请钱 这个瞿博玉是个贤大夫 他看这个公俗文子 这么样的跋扈 想爱怎样就怎样 瞿博玉就说 无子乐之 说您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则愿请钱 这个愿是瞿博玉的名字 他说瞿博玉说 那么就让我想先藏在这儿吧 我就先藏在这儿吧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你喜欢啊 我也喜欢啊 那我们两个先来争夺 谁先谁 谁后吧 不然这样啊 我比你先死吧 我先藏在这儿吧 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讽刺 讽刺公俗文子说 你喜欢你就想拿 那我喜欢我也可以想拿 那我们两个人都喜欢 那就谁先拿谁赢 这个就是一种反讽的方式 徐博玉是一个非常贤良的人 他不是会占人田地的人 不过呢 他看到公俗文子这样说呢 这个山丘马上就要整个变成他私人的了 本来人家在这里种田 好好的对不对 君子不是你爱藏哪就藏哪 是你的地你才可以说你要藏哪 不是你只拿一块地 就可以说你要藏哪 对不对 徐博玉就说 你喜欢这个地方啊 那我也很喜欢 那我先藏这儿吧 这个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我先死 我先藏这儿 一种反讽 你不能够想要就拿 你应该要将心比心 尤其你是一个为国国君的孙子 君无戏言 你讲话更应该要谨慎 要给百姓做一个良好的教育 而不是呢 到处都是一种霸道的显现 下一段 辩人有其母 使而如子弃者 这个辩呢 是一个成的名 一个义 古人叫做义 现在我们叫做是啊 或叫做县啊 是同样的意思 说这个变成的人啊 有一个人 他的母亲过世了 这个人呢 哭得就像个卢子一样 各位卢子是什么意思 卢子就是说小孩啦 穿着开装裤的小孩啦 那哭得像卢子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常非常爱上 哭得像小孩一样 在地上乱打滚啊 哭得快断了气势的呀 哭得在那边胡闹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爱上 孔子曰 哀哲哀矣啊 而然为己也 孔子看到这个人 哀伤真的很哀伤 但是哀伤到那个 又哭又叫又跳的样子 毫无节度 地上打滚 快断了气势的呀 他说真的 我知道他很哀伤 但是如果让每个人都认为说 这样的哭法才叫做尽孝 才叫做说心系他的亲人 那我看这个世界啊 马上每一个人都要哭断肠 所以说而然为己也 己是什么 己是既成 学习的意思啊 说他这种哀伤的表达方式啊 恐怕后人要学都学不来 没有可以继承的人啊 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哀伤要不要有节度呢 哀伤也要有节度 哀伤有节度让大家呢 能够适时的表达 而不是你一个表达一个哀伤无节度 哀伤到极致的表达方式 各位 人情不能表达到极点 他说这个人的 这个父亲过世 他这个哭法 然后那一个人就比他哭得更伤心 人家就说 那个哭得更伤心的人是更孝顺 下一个就会比那个哭得更伤心的人 还要惨烈 一直不断的往两极的方向去发展 最后一定会哭死人的 那这种方式不健康 不合人情 无法扩大让大家来学习 所以这个呢 是不值得提倡 所以哀哲哀矣而然为济也 哀伤是哀伤啊 但是啊 是动身的常情所学不来的 也没必要学的 而且呢 毁情灭性的方法了 福礼 唯可传也 唯可济也 故枯庸有结 不是个礼啊 就是个道理的礼 道理的礼呢 就是顺乎人情 合乎人情 巴乎情 子乎礼 礼呢 是唯可传也 唯可济也 礼的定定 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能够往下传承的 就是大家学得来的 意思就是说合乎人情 唯可济也 是大家可以跟得上 可以继承起来的 可以学得来 可以用得上的 就是唯可济也 故哭勇有结 所以你在规定的时候呢 规定说怎么样哭 什么时候哭 那个勇 勇就是顿角啊 跳 有时候哭 哭得很伤心的时候 我们会垂胸 有时候会顿角 这些呢 都有一定的节度 不可以过节的意思 各位这段在讲什么呢 这段是在讲说 不是你把它表达的 你很伤心很伤心 更伤心更伤心 就叫做好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伤心也要有节 你不能说 看他那样伤心 已经很伤心了 我一定要表现得 比他更伤心 更出色 各位这个人 内心的竞争的心思 常常出乎你意料之外 也会发生在 连这个伤势也在比较 比较到最后都会死人 这古代常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圣人就是体恤 众生的这些很多的心思 还有希望优良的这种 欺情的表达方式 能够适中的 适切的得以传言 让人可以抒发他的欺情 又不至于悔情灭性 所以才定定这个理 这个理就是合理的理 理节的理就是道理的理 是合理的理 是合情合理的意思 而不是故意定定很多 鸡毛蒜皮繁文乳节 然后让我们这边也不是 那边也不是 不是这样 是这边也合情 那边也合理 所以哭也好 勇也好 都要有一个节度 不能超过 过于不及都不好 凡事不能够走入两个极端 所谓中道而行 什么叫中道 就是合乎人情的方式 是不会有伤害的方式 不会越演越烈越两极的方式 下一段 孰孙五熟之母史 这个孰孙五熟 是桓公的第七世孙 他的名字叫做周丑 在论语里面有一段 孰孙五熟悔仲你 就是这个人 孰孙五熟的母亲过世 季小链 那小链就是帮王者 穿上这个链衣 叫做小链 那么大链呢 就是把它放入棺木 那放入棺木之前 还要穿上更华丽的衣服 可能是他一辈子 最喜欢的那套衣服 然后把棺木里面 装饰得很圆满 那叫做大链 那小链呢 就是刚过世的时候 还没有放入棺木 先帮他那样换衣服 举者出户 这个举者就是举尸骇的人 举尸骇的人 这个出了户了 那通常就是在户里面 小链 小链之后把尸骇呢 举出户 然后再放在这个棺木里面 出户坦 那这个孰孙五熟呢 就跟着这个举尸骇的人 出了户 出了户 接着呢 就脱去了他的这个左膀 我古代 在桑符就是这样 这个偏袒他的左膀出来 且投其冠 挂法 就是把帽子呢 丢了 然后呢 用麻布 把头发竖起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 换上了桑符 那这里呢 在古代来讲 这里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这个不合理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这个挂法 换成桑符啊 就是在小链之后 但是要奉尸体 进入堂 要出户嘛 对不对 出户进入堂 之前 这个 主人呢 已经要 要奉尸 要出户了 然后就要先 天坦他的左膀 先挂法 今天 这个 俗孙五俗啊 那么他是在 把这个尸骇 奉上了听堂之后 出户上了堂之后啊 才投冠挂法 所以对古人来说 这个呢 是 有一点点瑕疵 对丧礼来说 有一点点瑕疵 各位我记得前面讲过 在小练之前 一个人刚过世 去探望 他还没有小练 穿的服装都是吉服 吉服就是一般的服装 你平常 吉士的时候 穿什么服 你就穿什么服 这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把他还当做生的一样 他虽然刚过世 但我们期盼他 能够复生啊 也许他真的会复生啊 真的也有很多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直到我们帮他 换衣服小练的时候 就是认定说 他不会再复生了 已经从内心里 绝望的认为 他不会再复生了 那个思想下 才开始 换什么呢 换伤服 所以小练之后 还未举施就换伤服 换伤服再举施 这个是古代的理 是这样的 紫尤曰 知理 紫尤呢 他是一个 跟孔子洗礼的人啊 他应该知道 这个孰孙五孰啊 此刻啊 其实是已经失礼了 那他为什么反而说 知礼呢 那叫很多 这个注视的人啊 注视到这一段 都是说 紫尤说他知礼 是在反讽他啦 其实他这个已经 失礼了 不是知礼 那 可是呢 这段故事啊 也许不应当 这样注解 只有 也许真的认为 孰孙五孰是知礼的 为什么呢 各位 这段故事在孔子嘉宇的 第43篇里面 也曾经出现过 那孔子嘉宇 第43篇里面 是说 孰孙五孰 之母死 孰孙五孰的妈妈过世了 季小练 就已经给死者 穿上了这个练衣了 举施者出户 那么举施者 把施害呢 举出了户 台上了堂了 五孙从之 出户乃坦 那孰孙五孰呢 跟着出户 然后来编探他的左肩 投其罐 而挂法 开始用麻竖起来 那这段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说 他的礼术上呢 他换伤服是晚了一点 子鹿探之 子鹿呢 看到孰孙五孰这样呢 就在孔子面前感叹 感叹的意思是什么 说 哎呀 这个人真是不知理啊 这些换伤服的动作啊 在这个小练的时候 就应该要完成了 在举施前呢 就应该要完成了 然后呢 孔子在旁边呢 孔子说 是李也啊 各位你看这段 这段在孔子嘉宇里面啊 那么 现在在 这个谈公篇里面呢 是子游说 子游曰之礼 子游说 孰孙五孰之礼 而在孔子嘉宇里面呢 孔子呢 因为子鹿在感叹 子鹿是在反讽 但是孔子却说 是李也啊 他说 孰孙五孰这个 算是合理的 那子鹿就问啊 子鹿就问说 将要小练的时候 我们确定 他是不会附生了 我们要帮他换 换成炼符 那这个时候呢 儿孙就应该要 变符 要变成商符了 今乃出户 而夫子以为之礼和也 说现在他已经出了户了 才换商符 夫子你认为说 孔孙五孰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孔子就说啦 孔子说啊 游 奴问非也 他说子鹿啊 游就是子鹿嘛 他说子鹿啊 你的说法是不对的 君子不举人 以直视 这什么意思 举人 就是举出一般人 常常犯的错误 君子不会举出一般人 常常见到 常常犯的错误 来质问那一些 是 是就是当官的人 君子不会以 平常人都会犯的错误 来质问 来苛责那一些当官的人 各位现在 无孙孙五孙 就是这个 鲁国的大夫嘛 那他是当官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 对这个当官的人 就特别苛刻呢 我们不需要对他苛刻 那这是在讲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般的人 母亲过世 难免都会 非常的伤心 那非常伤心的时候 他在办伤事 有很多的细节 他的时间或前或后 有时候会忘了 因为你过度的哀伤了 很多事情都很紧迫 很急促的在办 对不对 那你一心一意 在思想着你的 王亲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心思 放在这些礼节的 细索的细节上 其实是不会 那所以 一般人也会忘了细节 而今天 孙孙五孙 他的母亲过世 他也有一般人的 这种人情 他也会忘了这些细节 这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都会犯的 我们就不会 一般人 假设犯了这个错 我们就会说 他太伤心了 所以他忘了 而今天孙孙五孙 是个大夫 我们就说他不应该 因为他是个大夫 各位 失去母亲的哀伤 大家都一样 一般人也是伤心 孙孙五孙也是伤心 一般人会忘了 这些礼节的细节 孙孙五孙 也是会忘了 这些礼节的细节 各位对不对 所以值得原谅 因为他是哀伤 而忘记了这些细节 而哀伤才是 伤理的本意 不是这样吗 他是这么样的 十足的哀伤 而忘掉这些细节 因为哀伤 所以这个人 母亲过世 他懂得哀伤 他真的有内心哀伤 知不知理 知理 所以孔子说 是理也 他说 这个鸡毛蒜皮不是重点 这些外在形式不是重点 重点是 伤理就应该哀伤 他的母亲过世 他应当很哀伤 因为他很哀伤 所以他忘记这些礼节 所以说 是理也 而我们在 从这个孔子嘉宇的43章 我们再回到过来 看现在的 这个 谈公篇 的这一章 他其实是同一章 是子游说 知理 孔子也说 知理 各位对不对 那 注解这一章的时候 各家说各的话 大家都是说 子游之所以说 知理是反讽 包括理记正义里面 也都是这样说 但是因为 如果你读过了 孔子嘉宇之后 你就知道说 这是同一篇 那我就回去 查孔子嘉宇 因为我以前讲解 孔子嘉宇 我对这段有印象 那我回去查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原来孔子讲得 这么详细 原来是君子 内心的理是什么 内心的理就是 当有伤势的时候 就是哀伤 所有的理 都是为了要来完成 这个哀伤 都是为了要来显示 这个哀伤 让这个哀伤 中了一个人情的节度 当他哀伤而忘了 一些理的细节的时候 合不合理 合理 知不知理 知理 所以各位 我们从这段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说古圣先贤 虽然治了这些理 但是他却不是着重在 凡文鲁节上面 而是这个理 正在影射着 内在有一个内涵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对以前周公也好 孔夫子也好 所制定的理 我们还存在着 很多的误会 而这些误会 都是我们进入理计之后 慢慢了解 这些自理的人的心思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古人是非常灵活的 古人是非常人性化的 古人是希望每一个人 适度去表达他的七情 把七情种在节度上 就叫做理 就叫做理